嗨,歡迎來到Unit Draw,我是Julia 今天這支影片是繪畫過程的分享 之前有朋友留言詢問關於紙張選擇的問題 畫有性色鉛筆,可以去美術社挑選適合乾性顏料使用的紙 並且紙張可以稍微帶有點厚度,這樣能承受較多層的疊色 這次使用的是美國Stressmore 300系列Bistro的插畫紙 跟一般使用的圖畫紙比起來,下筆的時候比較滑順,顏料也比較顯色一點 適合鉛筆類美材的畫紙,還有分粗紋跟細紋 挑選紙張的時候也可以配合自己的繪畫風格來選擇 如果不知道怎麼選,可以先買來試試看就行了 有些店家有賣單張紙,可以先買少量來測試 之前有分享過,色鉛筆可以搭配粉彩來使用 這次就用粉彩來畫背景 粉彩的粉末可以輕鬆地在紙上推開,呈現暈染的效果 用粉彩打底的好處就是,可以用橡皮擦擦掉 這次的背景底色的顏色規劃是中間深,越往旁邊越淡的漸層 當我要畫其他物件不想要被底色干擾的時候 我就可以用橡皮擦把要畫的區塊底色擦掉 如果想要補回顏色也可以輕鬆地補上,使用上很有彈性 這次畫的是孔雀,觀察孔雀羽毛的特色 一隻毛桿上有很多顏色變化 先簡單地抓出特徵,然後配色來繪製 如果你多觀察幾張照片,會發現很多孔雀的羽毛 雖然主要特徵一樣,但形狀跟顏色有時候有點不同 就像我們人類的五官位置不變,雖然有些人長得像 但是仔細看每個人都長得不太一樣 顏色的搭配你可以選擇仿真,跟參考照片一樣 也可以自己搭配增加畫畫的趣味 孔雀的部分也用粉彩先上了底色 畫到深色的部分,如果沒有對應參考畫面的深藍色 我們可以先上一層淡淡的黑色再疊上藍色 有時候手邊的色鉛筆沒有直接對應的顏色 我們就可以用這樣的方式搭配不同的筆挑出想要的顏色 頭上看起來一顆一顆的地方 我們就用畫小半圈的方式上色 讓小圈圈的顏色下面深上面淺 就像呈現一顆球體的亮面跟暗面一樣 頸部毛髮的部分,我們就順著毛髮生長的方向 用小線段慢慢上色就可以了 之前有分享過多色色鉛筆 一隻筆的筆心有多種顏色 感覺在這個時候很適合使用 所以我們也拿來畫畫看 比較細緻的部分還是得使用普通色鉛筆搭配 因為多色色鉛筆的筆頭比較粗 在比較小的區域上除非把筆頭削得很尖 不然不好處理細節 但是如果把筆頭削尖就沒有辦法呈現這隻筆的特色了 所以用多色色鉛筆畫完大範圍的部分後 可以再用一般色鉛筆做細節的修飾 希望你喜歡今天的分享 祝你有個愉快的繪畫時光 感謝你的收看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